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当地时间的6号晚间 在中法企业家会议发表了讲话 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家来法国投资 也期待在电池、新能源车 还有尖端技术、平台经济等领域 可取得更多的合作成果 尽管中国经济摩擦有所加剧 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6号晚间的发言中明确表示 法国希望在公平和平衡的基础上 继续加强法中合作 没有任何意愿与中国脱钩 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在电池、新能源车、光伏等多个领域 拥有局势公认的专长 欢迎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 中国在多个领域拥有局势公认的专长 比如电池、新能源车以及太阳能光伏版 也欢迎中国企业来到法国大展宏图 还有尖端技术 平台经济等领域 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的合作成绩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 就有中国的充电桩制造企业 同欧方伙伴签署新的合作 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 在新能源等领域并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相反 适度竞争最终是有利于欧洲的消费者 从时间的历史的演变来看 现在的产能是不过神的 这个只是说我们为未来储备了一定的产能 第二呢 通过一定量的竞争 让成本下降是有利于产业的 我们希望整个的产业链上的所有供应的零部件 都能够不断的通过效率又效率的演进 包括适度的竞争 产生更好的竞争力 这样的对我们用户的电价降低空间最大 在双边贸易方面 2023年中法经贸额达到了789亿美元 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是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也有不少法国企业表示 非常重视在中国的市场机遇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凤凰卫视小文中明亮后友运 法国巴黎报道